大家好,我是小颖 今天我们用鸡蛋来做好吃的 好吃又入味 做法还简单 首先准备一点配菜 准备半个红椒 先对半切开 然后先切条 再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半个青椒 去紫 然后先切条 再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根火腿长 先对半切开 再切成四半 然后切成小碎丁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几片生姜 切成姜末 生姜能有效的去除鸡蛋的腥味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准备几根小葱 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个盘子 加两勺红烧酱油 两勺花生油 一勺环豆酱 一把葱花 然后搅拌均匀 先放一盘盆油 然后准备适量的鸡蛋 先把它打入小碗中 因为如果有坏蛋 可以马上挑出来 再把鸡蛋倒入盘子里面 然后用筷子轻轻搅动一下 再冷水上锅 水烧开之后中火 蒸10分钟 然后拎起一锅 油热之后加入葱花 和所有的配菜 翻炒一分钟炒出香味 然后加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翻炒均匀 然后再加一碗水淀粉 开大火煮至烫汁变粘稠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关火 先放一盘盆油 我们的鸡蛋也已经蒸熟了 把它取出来 然后把酱汁淋在鸡蛋上 哇好香啊 香喷喷的酱香荷包蛋就做好了 然后用小刀划上几刀方便食用 看一下这样做的鸡蛋非常的鲜嫩Q糖 加上青红椒营养又好吃 吃起来非常的鲜嫩多汁 再加上浓浓的酱香味 非常的开胃下饭 如果你喜欢也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